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 然后应该说我们的信仰 对我们来说 艾成只是他地上的肉体休息了 然后他的真正的艾成 他的灵魂已经到主耶稣那里去休息了 所以对我们来说 一开始坦白说一开始 当然是很震惊很伤心很难过 因为我们毕竟在地上 大家就是一起读经一起祷告 一起敬拜一起吃喝快乐这样子 我觉得活着的人是比较难过跟辛苦的 我也希望说大家就是尽量给王瞳空间 然后以我们的信仰 我们其实是很有盼望的 所以今天整个的现场是用音乐会的方式 因为艾成他最想要做的就是开一场他的演唱会 而且他很想开的鸟巢 就是大的演唱会 童童现在状况如何 童童还可以 我今天就是陪着他 还可以 还可以 就是很虚弱 然后受了好几公斤 还是吃不下东西 就是我们一起祷告 他也知道说艾成现在是在耶稣那里 好的好的不得了 只是他知道说他要承受 我们就是一起祷告 然后就是聊姐妹之间的事情 希望他能够加油 然后我们都会一直陪着他 他说好 因为我跟艾成真的是认识很久 从他在祖父之典的时候 他唱歌开始我就会去看他 然后后来超偶主持的时候 那时候薛哥想训练他成为主持人 所以那时候我们两个常常一起搭载 不管是一些海旋 或者是一些现场live的 然后你知道他就是一直很开朗开心 然后在那个时候他一直在保持他的身材 他每天都只吃冬粉 然后他说只吃冬粉 因为他说不行嘛 因为公司有体重控制 然后他就是一个非常自律 然后带给人家欢乐 然后你只要跟他讲说什么事情 他永远会记得非常清楚 然后再见到你的时候 他会问你的事情 不管是祷告也好 或者是关心也好 你就会觉得 他真的就是我们每个人身边的一个 带给我们欢乐的天使 对 应该是一个多月前吧 那时候他也还很开心 然后就说又怎么样 因为我们见面方式开心 就是有些人要body body body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 哎 你要没事来加油 因为那时候我跟他讲说 我身体出状况 他就说不会加油没事 我帮你祷告一定没有问题 然后我就没有想到会这样子 其实我也很错愕 好像本来说在三个主要办 其实我们前一天还有朋友 在他离开的前一天 那其实很意外 我们就带着一个 欢送他的心情 今天来面对这一切 那朋友现在状况还好吗 所以大家都蛮担心他 就是还需要一段时间慢慢的恢复 我想这个是一条漫长的路 还好他有他的教会 还有我们这群弟兄 都要陪伴他 陪伴他 现在目前是还是可以的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我跟艾成是在新兵日记认识的 然后我们相处 来一起其实就像歌们一样 他好像一起当了一年多的兵 他现在应该是在天上 唱歌给大家听 然后希望他在那边 也是可以很开心的唱个歌 做他喜欢做的事情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